指导海角7号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德胜 日前飞抵洛杉矶推广新的音乐喜剧《52赫子我爱你》 谈到中国台湾之间的电影合作 他表示潮流可以流行多久就要看格局有多大 他不希望政治因素影响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合作 在记者会上特别播放一段《52赫子我爱你的》的预告片 对于看过海角7号的观众 剧中演员都是熟悉面孔 预告中一段台词《为什么我不敢摔吉他》 更令不少道场记者会心一笑 导演魏德胜说 可以将这套影片看作是城市版的海角7号 海角7号历史背景比较深远 而《52赫子我爱你》则是《易闻气息比较厚实》 魏德胜这次到洛杉矶可谓行程冲冲冲 早上刚到洛杉矶出席记者会后第二天马上就要离开 他表示这是北美巡回芯片逝影 观众反应令他出乎意料 该笑的地方观众笑到拍手 该感动的地方观众看到红热眼光 可以跟这个城市很美地相处的一个方式 所以今年我们做了一部很浪漫的一部电影 应该说这一次在做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寻找台北市哪里最漂亮 台北市哪里最美 台北市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 这次我们找到了也许是一个可以让年轻人充满浪漫 充满恋爱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用这个城市的包装 用孤单的人 大家知道城市里面本来就有很多孤单的人 每天下班之后到晚上睡觉之前都不知道干嘛的一大堆 单身的人我们怎么会满足这些人 让这些人感觉到不孤单 这个城市里面就充满恋爱 所以我们用这个概念去完成了这部电影 现在我们一起在